早安,今天是方sir的好書推介 今日介紹的本書就是這本《教科書不會教的36個香港歷史人物》 試試在封面上看到什麼人名 宋慶寧可能聽過 梁醒波可能父母也聽過 葉寧鳳可能有些文科的老師比較熟 還有個黃黑徑 可能你去過HKU你就知道哪裏 咦?為什麼還有個複雜語吉? 複雜語吉不是日本人嗎? 關香港什麼事呢? 這本書其實是分類介紹36個在香港出現過的人物 分類就包括20多類 有商人、政治人物、文藝界、娛樂界、女性和女客 複雜語吉就屬於女客這一類 這裡給你幾個例子 可能部分人名你會聽過的 但沒有聽過都沒有所謂 我們可以認識一下 有些人非常有名 例如尼克遜 原來他還沒做總統之前 曾經來過香港 還曾經留下了一間圖書館 說都不說都不知道 大家可以看看究竟什麼一回事 原來我們1972年已經有選手去參加毛尼克奧運會 但就遇到好像現在的尾巴衝突那樣 有些巴勒斯坦的武裝分子協詞人質 這個就是當時的代表團團長 衝進去選手村裡救人 前面說的那些好像都是大人物 這位就是鍾偉明 人稱叫做布陰皇帝 很明顯他做廣播劇和電台 沒有做什麼大事 但是因為他做的廣播劇 很多人都喜歡聽 所以就非常出名 留下了他的名字在歷史上 這本書介紹三十六個人物都是這樣 未必個個都是一些大人物 有些可能是一些小人物 但是他們都反映了香港歷史的一面 就好像我們砌圖那樣 大的快 小的快 或者有些是比較看起來 不是很突出的砌圖 你砌回去才看到整個完整的景象 所以如果同學有興趣的話 就歡迎來圖書館借這本教科書的教的 三十六個香港歷史人物